第四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4月13日至18日在海南举行 作为2024年中国六大国家级展会中 首场举办的展会 本届肖博会广泛邀请众多国际知名品牌 携特色消费精品参展 为各国机构和企业搭建合作平台 创造合作机会 透过肖博会这扇窗口 他们看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 期待通过此次展会与中国加深联系 肖博会是一个国际性的展会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首先把日本一些好的产品 介绍给中国的消费者 做大中国市场 其次是借助本次展会 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大健康趋势在中国 是一个逐年递增的 越来越有前景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们非常看重中国市场的发展 我们将会在后面的十年持续稳定的投入中国市场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肖博会 接触到更广大的消费者群体 然后把我们德国的这个营养保健的概念 推广给更多的中国消费者 逛展期间记者注意到 澳大利亚Injoy羊驼品牌 今年是第四次打卡肖博会 作为从不缺席的老朋友 品牌负责人张云泉表示 肖博会移展促产 持续为参展商搭建合作平台 提升了产品的输出效应 深刻感受到连续事件下来 消费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把不同国家的不同的产品 不同的品牌融合在一起 更方便大家聚集起来去拓展中国的市场 更好去打造一个就是 在中国针对消费品领域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展会 我们早早已经跟主帮有个沟通 所以下一届肯定会再来 作为肖博会上的新朋友 巴基斯坦客商哈比 带来的骆驼皮灯等特色手工艺品 也首次在此亮相 他告诉记者 自己来自一个世代与中国经商的家族 多年来在中国从事贸易 见证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本次他带来的商品 也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今天在这个肖博会 我们三个兄弟都来了 我们在中国已经有20年了 然后我们是继承我们的加入行业 然后今天在肖博会第一次也带来了 我们巴基斯坦的骆驼皮灯 然后还有巴基斯坦的围巾 巴基斯坦的玉 我已经很自信 中国人是习惯我们巴基斯坦产品的 然后也很期待在肖博会 我们也会做得很好 作为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台 本届肖博会为国内外参展商 充分展示全球消费供给新场景 新业态 既传递出中国消费市场蓬勃发展的前景 也为全球消费增长带来了新机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